大家好 今天是2月15星期三 股市今天又再進步售額 而且指數更加創了2月份新低 待會再作分析 先看看指數 恆指今早先輕輕高開3點至21,116點 之後由21,117點開始輾轉反覆下限 去到上週收市為止計 指數已經一度急跌387點至20,726點 多然之這是創了今個月的新低 好了 提提 2月份多然之仍然是一個先高後低 指數是由2日的高位22,311點 跌至今日早市的低位20,726點 去到這一刻計算今個月的波幅已經有1,585點 再說今個月的高低位相差的時間是10個交易點 是勉強可以滿足一個月高低位相差的時間 但問題是現在仍然是2月15 還有很多很多交易點 期間來講只要沽盤稍微有少少主動 不排除的指數仍然會進一步向下穩今個月的低位 其實月初已經跟大家講了 2日出現今個月的高位的話 如果先高後低形態不變 即今個月的低位應該是月中或下巡時間才會出來 再看看往後有沒有更加低的指數 好了 而動線方面的走勢仍然還是偏弱 持續偏弱了很多交易點 因為指數仍然反覆在10天和20天線之下 而且10天線亦已經是第四個交易點 是跌在20天線之下 簡單來說 指數現在不單止跌穿了10、20天線 而且有少少漸漸跌離的感覺 因為10天線現在在21,330左右 20天線在21,660左右 相對於現在的指數在20,07、20,08 是有少少跌離的感覺 反而距離下面比較近的移動線 50天線是真的比較近 50天線已經升到上20,610點左右 距離現止是相差280點而已 即是只要市況稍微有少少進一步的反覆 是真的會觸及甚至跌穿50天線 這個大家要留意 一旦50天線失守 下一個防線就要退守到100天線 和2萬點的大關 亦都意味著 整個中期升浪完結之後的 技術上的調整仍然在延續中 早前提及過 經過12個星期的上升 由10月31日到今年1月27日計算 一旦進入正常的調整 2至3個星期我覺得是很行的 但按照現在的情況來說 可能不單止2至3個星期 甚至延伸到3至4個星期 或者長一點都不定 如果這樣說的話 整個2月份暫時來說 大家不要抱大大的憧憬 說真的 11月是先低後高 12月也是先低後高 1月也是先低後高 到2月份出現一個先高後低 其實亦都無不可 你只看指數已經知道了 1萬4千597 去到2萬2千7 期間來說是升得很超 而且升幅有8103點 好了 技術上現在慢慢慢慢跌 越跌就越明顯了 如果市真的需要調整8103點的三分之一 指數是會有機會觸及2萬點的支持 所以任何短炒的人士 不要急不要用 蜻蜓點水買少許 就沒甚麼所謂 老實說 因為這是調整市 不是新的跌浪的開始 但是已經持重倉在手 就無謂作任何的部署了 現在這分鐘的範圍要考慮 自己持倉的能力和能來足不足夠 很多時候 跌一天就熬得到 跌一個星期熬得到 跌十天 或者久一點 心就熬不到 沒有了 既然是這樣的 早就應該做風險管理 如果持重倉 暫時來說 我覺得稍微觀望就比較好 大家 今天是二月十五 星期三 故事 今天又在進一步回調 而且橫子也在創了這個新的 等一下我們再做一個分析 我們先看看指數 找到橫子指數 先輕輕地高開三點到兩萬一千一百一十六點 往後 從兩萬一千一百七十三點開始 就反反覆覆這樣子 直到上午為止 指數已經曾經一度低見兩萬零七百二十六點 相對昨天收集來說 在這分鐘股市再回調三百八十七點 當然也創了這個月的新的 好了 我們看一看 二月份的股市 暫時當然還是一個先高後低 指數還是從二號的高位 兩萬兩千三百一十一點 一直反覆回調 到今早的低位 兩萬零七百二十六點算起來 結果的跌幅已經有一千五百八十五點 當然股市的成交方面 還是比較淡正 所以變成來說 一千五百八十五點的波幅 其實來說也不算少 問題就是現在才不過是月中 二月份還有很多個交易天 期間來說 只要股盤還是不斷地出現的話 那等於說指數還是會進一步 不斷地往下尋找低位的 這個在月初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要是二號出現這個月的高位 而先高後低不變的話 等於說這個月的低位 一般來說是會在月中 也可能在月底之前才出現的 現在看起來我覺得真的是這樣子 好了 從二號的高位到今天十五號的低位 等於說十個交易天之類 指數是已經跌了一千五百八十五點 算起來十個交易天 出現一個月的高低位的時間 其實也可以滿足這個月對波幅的要求 可是問題剛才我提到 現在還是在月中 等於說網上只有有一點點 稍微不明的因素在出現的話 也不排除整個股市 還是會不斷往下尋找這個新低的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 暫時的看法還是真的是比較保守 因為直到現在為止 指數還是反復在十跟二十天線以下 而且十天線還是不斷地走在二十天線之下的 當然相對現在指數在兩萬零八八點左右水平 距離那個十天線兩萬一千三百三十三點 距離那個二十天線大概在兩萬一千六百六十四點 真的是比較遠的 反而往下看那個五十天線真的是比較近 因為現在五十天線已經上升到兩萬零六百一十點左右水平 距離現在的指數相差只是兩百多點而已 看這個情況後一個階段的股數 真的是有機會進一步下市這個五十天線 一旦這個五十天線失守的話 情風就有一點麻煩 因為再往下看就是兩百五十天線 大概在兩萬零一百左右 也是說這個支持也是熟的話 那可以跟大家說兩萬點的支持也會受到考驗的了 其實早前已經跟大家說過 從去年十月三十一號的低位一萬十五百九十七點 一直上升到今年一月二十七號的高位兩萬兩千七百點 十二個星期之內 恆指已經上升了幅度有八千一百零三點 好了今天是進入一個正常的消化跟整顧 要是經過十二個星期的上升之後 有兩到三也可能有三到四個星期的消化回調 基本是很正常的 回調的幅度我們算一算 經過八千一百零三點的上升之後 要是回到這個升幅的三分之一的話 等於說指數最終還會考驗兩萬點的支持的 所以暫時來說任何短線炒賣 任何短線投資炒賣的布局 我們還是少頂一下不要急也不要太大手 好了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好了 還有一半 明星期不見 是